因为中国没有把事情闹大了 如果闹大的话 中国应该发声明 然后宣布说 中国撤出 中国表演艺术团队 撤出法国外雅维能艺术节 我谷歌了一下 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新闻 所以我个人的猜测 就是中国就接受两国论了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艺术节 在雅维能 雅维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 一个南法的一个小城 一个叫雅维能艺术节 另一个叫外雅维能艺术节 就是很多他都是这样的 有点像这个好莱坞和外好莱坞 就是他们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主题不太一样 那通常这种就是 外好莱坞或者是外雅维能艺术节 他会比较偏先锋一点 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就是更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之类的 这个台湾跟这个雅维能艺术节 外雅维能艺术节之间的 这个互相的这个交流吧 就是台湾的艺术团体 参加这个艺术节 有17年的历史 所以说今年呢 是外雅维能艺术节 第一次想要弄一个主题国 那然后呢 就请台湾做主题国 那然后他们在 这个开幕的游行上面 台湾是排第一位 就是说因为是主题国嘛 以台湾为主题 那然后这个事情 就把中国给气到了 然后中国就施压 如果在美国街坊 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啊 或者是在世界各国 对台湾的印象啊 但是你看到就是去法国做街坊 就是大家听的 就是最后那段 就是Revue them 就是我爱你们 就蛮少的吧 张嘴就是我爱你们 尤其是南方 很多朋友 就是把法国当成一个 怎么讲整体性的一个文化吧 但其实北边的法国 和南边的法国完全不一样 北边的法国就是以巴黎为主的 那一种比较冷漠 然后比较骄傲的那种都市文化 然后如果大家不太喜欢 那种感觉的话 就是你们就去南发玩 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很标准的那种 法国贵族很傲慢的那个样子 不是 南发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就亚维能就是南发 就是 就其实会蛮颠覆大家 对法国人的那个想象的 我喜欢南发远超过北边 对 这个是当时在那个开幕式上面 那台湾肯定是很引起大家关注嘛 台湾作为主题国 它第一 它是就是很显眼 就是游行队伍里面第一个 然后有很多的团队去演出 包括这个台湾人的笑脸啊 什么之类这些项目 就是它的项目很多 很引起关注 然后游行也在前边啊 还有什么台湾啊 在外亚文族之类的 那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可能也有原因 它叫主题国 主题国嘛 主题国家嘛 那应该是就这两个原因吧 就是说中国特别的生气气啊 定下这个主题国这个事情之后吧 然后中国就以各种渠道向 这个团队 其实人家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团队 自己办的嘛 其实跟政府关系没有很大吧 应该 那就是都是些艺术团队 他们这个主办方 就是承受了很大压力 但是最终呢 就是大家看到 还是维持台湾作为主题国的身份 没有变 这个中国使馆啊 领事馆到处施压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施压到哪边去了 但是到处 那肯定就是不是一个地方在施压 那可能是透过各种渠道 向他们施压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夸张 我还去他们官网看了一下 他也没有说台湾是个国家 就其实也没有 因为他其实他就是个艺术节嘛 他并 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 他就是个艺术节 他也不会专门给你写 台湾是个国家或者怎样 其实也没有 就所谓就是台湾是主题国 其实就只是 作为主宾客 享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待遇 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他不是个政治性的活动 他也不是一个台湾向世界宣誓的一个活动 我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 就是 大概只有中国知道台湾是他的主题国 知道吗 大概只有中国很care 说主题国这三个字 其实其他人来说的话 就好像大家看到的那些法国人一样 就只是说这届活动有很多台湾的节目可以看的哦 这届有好多台湾的人过来演出 很好看的哦 对吧 就是很多项目觉得好有趣哦 就是说这个三百个台湾人的肖像 觉得台湾人好可爱哦 就是你问当地就是去参加艺术节的人 你觉得有多少人能说得出来说 本届台湾在外雅为农艺术节是主题国 是国是主题国 我就觉得真的不多吧 大家最多只能意识得到说 这届还有台湾的小吃街哦 可以吃到很多台湾的美食特产哦 就只有这样嘛 应该吧 就只有这样啊 因为你就是一个主兵客 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个好的待遇 只有中国你这么care说台湾是主题国 只有中国你这么care这件事情好吧 然后结果就到处不停的去施压 做这个事情 其实反倒上这个事情 就是关注度变很大 其实本来我也没有要做这个内容啊 就就我就觉得台湾文化去外雅为农 蛮好的呀挺好的呀 对但是因为中国施压 然后又被拒绝 所以我才会做这个节目嘛 就是你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不然其实大家也没有很注意到主题国 这个国 其实没有啊 那我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台湾的各个项目都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就所有的这些个展览都是照常举行 那然后这个开幕式游行 台湾完全都是以主兵受尊重的这个出现的 应该就等于说董事会也顺应了主办方负责人的这个决策吧 就是最近中国真的蛮好笑的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就就这个很没意思 然后我还专门想要去查一查说中国有没有退出外雅为农 我也没查到 就是我本来想查查看说中国有没有表演团队 因为这个事情抗议撤出外雅为农艺术节 然后我没有看到 就是我个人怀疑 就我个人怀疑这或许就是两国论的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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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国同时出现的可能性 就因为中国没有把事情闹大了 如果闹大的话 中国应该发声明 然后宣布说中国撤出 中国表演艺术团队撤出法国外雅为农艺术节嘛 我谷歌了一下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新闻 所以我个人的猜测就是中国就接受两国论了 就是中国在法国外雅为农艺术节主办方不愿意退退让 不接受这个中国的要求的这个情形下 就就应该应该我我猜他是接受两国论了吧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大张旗鼓的退出 因为常规来说如果中国在这种场下 要退出外雅为农艺术节抗议台湾 就抗议法国这个外雅为农艺术节的话 他应该会有正式的新闻出来 然后会很多宣布啊 就是闹得很大 那我没有查到的话 那应该就是没有 那我觉得中国应该就是默认两国论的这个状况 就在法国 雅为农默认了两国论了 应该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总之呢就是蛮好笑的一个事情啊 那也当然觉得说这个外雅为农艺术节主办方啊 他能够坚持立场 还是继续让台湾担任主题国 担任主兵 所有的一切事情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是蛮令人开心的一个事情 那近期无论是在法国南法雅维农 还是在加拿大的牛仔节 还是好多地方以色列 对吧 以色列的这个纪念大屠杀的活动 还有哪里 就是反正我都会跟大家讲 就大家能看得到 就是在各个场合 你能看到就是中国的力量在萎缩 就是如果这一次中国真的能够接受两国论 就是在法国的土地上 能够接受两国论 这个我当然我非常乐观其成 我非常乐观其成 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 还有中国人民 还有中国粉红小粉红 你们都能接受两国论这个事情 你好我好大家好 世界和平多美好 是不是 就请你们发挥这样一个 在外亚艺术节的精神 接受两国论 就大家日子都会好过很多 是吧 就是你们将来买油也有个多个地方 真的 就是你们买油不也多个地方吗 对吧 就是如果一旦台湾陷落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买油都少个地方 嗯 知道吧 你们上哪去买食用油 你们上哪去买人应该吃的食用油 对吧 你们现在可以让你们的亲朋好友 对吧 在台湾的中配去买食用油 给你们寄回中国 如果台湾陷落 你们去哪买 没有地方买哦 是不是 嗯 就是为了保住你们未来的食用油 也可以 也可以请你们接受两国论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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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